所以接下來我們把方法1這個公式換成方法2 不過感覺好像比較長 差別就是說把剛剛的B3跟A4 換成Current-1跟Raw-3 原則上大概是這樣 另外可能要加刮弧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可是如果工作上 假設每次他輸入公式 其實已經夠快了 因為你最後其實只要是向下 再向右就可以了 其實我覺得這感覺還蠻好的 但是好像還不夠快 其實最快的就是你可以切到 當然請各位再複製一個 我希望請各位待會寫兩個VBA程式 那難度會比較高 不過各位也不用擔心程式不多 就那麼幾個字 但不要打錯就OK了 其實跟那個函數有點像 差別只是說你要把那個程式 打在那個VBA的那個地方 而且真的一個字都不能打錯 跟那個公式一樣 字可能稍微 好像也沒有比較多 不要打錯就好 最後再做按鈕 所以我們最後希望看到的結果 請各位把這兩個按鈕做出來 那當我按下清除的話 他可以得到一個功能 就是把資料清空 當我按一下這個按鈕的時候呢 他可以把剛剛的結果直接輸入 這樣就OK 大概是這樣啦 應該知道這意思吧 有沒有這兩個按鈕 那這兩個按鈕怎麼寫的呢 所以有時候你工作 假如都已經把工作做好 以後按按鈕就好了 OK 你按按鈕就可以下班了 事情就做完了 不過前提是要把程式寫出來 當然怎麼寫 OK 所以真的很多人 每天就是工作 一直做重複的事情 那當然很累 可是如果你懂得 可以把你的工作 全部都把它變成 這個程式 那等於就是很快 事情就不用再重來了 當然 我覺得是一勞永逸啦 只是說怎麼做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那不管說你以前有沒有學過啦 反正你就把步驟記一下 其實也沒那麼困難 首先的話呢 第一個 我們這兩按 這兩按怎麼做 第一個 你要必須先寫兩個sub sub OK 那寫在哪裡 sub部分的話呢 一個叫做99乘法表 所以sub空一格就是什麼表 一個是sub空一格清除 那寫在 Visual Basic 所以一請你把開發人員打開 二的話呢 點選Visual Basic 它會跳出這個畫面 一般是整個蓋滿 我習慣是把它往下拉之後 再稍微說一下 為什麼說 因為你 一般習慣還是看 下方 寫的方法很簡單 首先第一個 請你寫一個sub 我把它這個清空好了 打開來之後 我這個把它移除好了 一般習慣 你打開這個Visual Basic OK 所以 一 把開發人員裡面的Visual Basic打開 長這樣子 二的話呢 請你按一滑鼠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那為什麼要插入模組呢 基本上我們程式 會寫在模組裡面 所以如果你看到 這個地方假設灰灰的 沒關係你就按右鍵插入一個模組就好了 目前只要一個 你不要每次插一堆模組 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那將來的話你就把那個sub 寫在模組裡面 基本上一個按鈕就是一個sub 所以你打一個sub 然後就是打一個sub 一格 然後呢99乘法表 好這樣就OK了 其實這個名稱 將來就是對應到按鈕名稱 那你把它按Enter 好Enter的話你會發現自動會幫你補 後瓜糊跟End Sub 那接下來我要輸出到哪裡輸出到這裡 不過我是建議啦你可以先寫什麼 先寫清除 再寫99乘法表 不過也沒差啦那怎麼輸出到這裡 那首先的話這個儲存格 當然這個儲存格一般習慣我們按一個TAB好了按一個TAB就下一切 這個儲存格他的位置叫什麼他的位置叫Sales Sales就儲存格 然後瓜糊 哪一列呢你看一下這個應該是第幾列 他是先列在欄喔這是第四列 逗點 後面的話第幾藍 那藍的話呢他可以 用數字的 也可以用文字 不過一般習慣 他會用數字的機會比較 所以這邊輸入2 指的是第2藍 第四列 那剛好有點跟我們 原來的思維剛好顛倒 沒關係反正知道一下 等於 先打個 雙引號 雙引號是沒有東西 那如果你要輸出什麼 你幫我把那個 這個儲存格 乘上這個儲存格的結果輸出到這裡 那怎麼寫 這個儲存格你就要跟他講說這個儲存格那就是 這邊的話Sales 這個是 刮符 然後他是第幾列 第三列 逗點 哪一藍呢 第二藍 那當然你如果這樣寫 他已經可以輸出了 他就把後面東西丟到前面 執行一下 一出現的 那如果你要 再AND 不過可能要注意一下 在VPA跟那個公式裡面有一個差別 AND符號 VPA前後要空白 那公式不用空白 注意一下 然後等於 應該是什麼 乘號 那我先用小寫的X OK 那你把它執行 有沒有 乘就出來了 那這個的話 就是 什麼 這個就是 再AND 空一格 AND 然後這個儲存格是什麼 第四列的第一藍 然後執行 所以你會發現 蠻像的 後面當然就一個等號 假設啦 如果今天希望 可以 寫一個程式 就直接呢 一輸出 就可以把結果輸出到 指定的位置的話 那該怎麼做 一樣 等 等於 就串一個等於 然後等於什麼 兩個相乘的結果 所以兩個相乘的結果 那就是把 這邊 兩個相乘 那一樣把這個AND改成什麼 改成乘號就好了 有沒有 這樣子輸出 1乘1 等於 1出錢 但問題來了 如果我今天有很多 很多這個結果的話 那我要怎麼樣一下子可以全部做完了 那這裡的話 當然就會需要 牽涉到一個所謂的回圈 也就是說呢 我必須要寫一個 迴圈 的變數 讓他去變動裡面的數字 讓他可以自動跑完 不過該怎麼寫 你們可以先試著做做看好了 那清除的話很簡單 清除的話就是把上面這個 Sub到EndSub的複製 你可以貼到底下 來改比較快 那改的話就是把九折塵馬表 改成什麼 改成清除兩個字 清除更簡單 清除就是把等號後面 加一個兩個雙引號 這樣就清除了 你把它執行 這個就不見了 這個輸出 這個執行 OK 那下一個階段 試試看好了 下一個階段要試著 如果要全部的話該怎麼做 其實概念跟剛剛公式有點類似 怎麼樣讓他快速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就好 我幫你 看他們 我會有 轉換 中間 兩張 中間 你好 有 對 那